HELLO 大家好 我是鳴的 好久沒有做真份Game評測了 既然看到了 就不能放過它了 情勢明月 滄海 台灣代理師艾瑞爾 發行為萬達院線 關於這間公司在之前的光系結語 以及天怨突破的影片中都有提到過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可以之後再去了解一下 然後這邊我要稍微科普一下 老實說也算是個大眾樂知識了 如果你不感興趣的話 可以挑到後面的遊戲相關 目前在台灣上架並且營運遊戲 對於中國廠商有相關的管控法令 只要是合法的話 都必須要透過台灣廠商的代理 除了控款禁錄以外 也是保障消費者 像是關於遊戲後續的營運 分級內容審查等 而通常為了規避跟檯面上有所交代 如果是大公司的話 會開紙公司 或者有關係企業協助 但目前我們更常看到的是一堆空殼或者代理毯 一般都是幫忙做上線前的達到廣告推廣 跟簡易的客服經營 除非如果像大公司 它是有人力資源在台灣處理後續 不然更多都是轉回中國廠商讓他們自行處理 所以你也能看到像FB 會出現簡體 黑台適用語 或者社群關於者都是中國人的狀況 如果你去查這些公司的話 多半也不會找到什麼正經的官網 而我們也能經常在幾個遊戲的大型社群看到類似的公關稿 什麼XX公司 宣布代理XX遊戲 而為了怕用戶反感 也很少會直接挑明講是中國開發的 大多都會用個國際名什麼XXGAMS 或者包裝成日系 韓系 猴力系之類的標籤帶過 所以如果你有專心看我的評測影片的話 我通常一定會帶到開發跟影韵 甚至每個影片的標題後面都會有個hashtag 來標示該遊戲相關的廠商 讓各位之後也可以自行透過網路的歷史脈絡 來觀測這間廠商過往都在搞什麼 當然或許這些篩選過程 你不見得需要也覺得很多餘 確實目前看大數據的話 像是在YouTube、FB、抖音、巴哈的推薦或者廣告的流量統治下 外加很多的消費者都是圖個爽、圖個花錢的快感 所以導致換屏遊戲總是能在台灣大發四方 看看今年台灣Google地區的得獎部分 2022年最佳多人對戰遊戲 絕世先亡 這到底是我對臨時的不諒解 或者是Google對利益的不鬆手 多人在線我還能理解 放置遊戲跟多人對戰有什麼關係 而且這款不就是一個純課金拼戰力的遊戲嗎 然後年度最佳劇情遊戲 核心利希特 看到的時候真的是傻人耶 這款已經半截插在棺材板裡的塔房遊戲 完全就是借建議被引用到爛大街的 保護世界、科幻、迷語人的世界觀 居然也能讓這間以抄襲換屏文明的4399 上升到能產出劇情深度的遊戲了 4399你真是出席了 我都不知道這些評審人員 到底是遊戲玩太少 還是減收太多 甚至還給該遊戲一個最佳平板遊戲的獎項 我就想問了 哪款遊戲不能用平板玩 真要這樣說的話 那騰訊應該也能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遊戲公司了 某刀劍應該也是最佳動作遊戲了 反正就看誰廣告塞得多 誰就是爸爸 那我們進入正題吧 秦時明月是2007年由中國璇璣科技 根據作者溫世人的同名作品 以秦國時代為背景所製作的3D動畫 但我本身是不太愛這種3D風格的動畫 所以這邊就讓我吵吵待過吧 過往也有不少同名改編手遊 台灣在2014年也曾經上架過一款 由奧爾資訊代理 中國巨夢開發的同名作品 然後中國去年3月26號也上架了一款 秦時明月世界的MNO手遊 由騰訊旗下的魔方工作室開發 但是耳廠營運遊戲的品質 懂得都懂 在經歷一年過後 今年8月已經宣告官府了 你們這群韭菜啊 實在是太不給面子了 讓這世界第一的龍頭面子擺哪去 那我們來看看本次遊戲 開頭又可以看到這個付費3檔 這真的不是什麼好東西啊 而遊戲開頭的素材 8成又是從什麼動畫剪出來的 這UI介面就是很多款三國武俠常用的放置遊戲模板 通常最大的差別就在 比誰能請到更好的代言人買到更多的流量 才能割更多的韭菜 然後這建模方面 我已經不知道該說是醜還是還原了 但是看過以後 讓我對這動畫完全不感興趣 根本是來負面行銷的吧 戰鬥玩法就是快樂的 卡牌策略對戰 跟一拳超人一樣都是屬於重課金為主的PVP導向 但有一說一啊 這雙方交戰的打擊畫面跟特效 我覺得做的比非匿名指令豪非常多 看來換皮廠商還是知道要加點料 不然如果之後找了業配 對方如果找不到地方跨的話還是挺尬的 然後一如既往會提供優秀的課金品質 除了手足以外 配備三檔位的週卡月卡永久卡 讓你能買到斷手垂心肝的 日禮包週禮包月禮包 還有貼心回饋的消費獎勵 如果這款遊戲未來不獲得個Google年度最佳消費設計 我是第一個不服的 然後這邊簡單帶過兩款遊戲 怕有些人沒有注意到我的PO文 或者單純就是想聽我睡嘴 不過遊戲的相關遊玩 請直接參考自己連結 這邊只做簡單的遊戲說明 第一款 雲飛輪迴 台灣的代理是紅印數位 實際營運為香港的愛友網路 不過目前我還沒有查出端倪 而且中國叫愛友的廠商也不少 就讓我們保持觀察 而這公司說真的挺噁心的 直接抄襲新海城的電影 明牙的門鎖 電影海報的主視覺 如果單純只是視角取景的借鑒就算了 結果廠商直接把這個美術概念毫不掩飾的照搬 這間垃圾廠商實在是太扯了 下一款 神機幻境 在FB看到宣傳PP的時候 就覺得這位實在太熟了 然後我就去翻箱一下過往開箱過的影片 還真的找到了 遊戲是由台灣的艾肯遊戲代理 開發三圍中國的光女遊戲 當時在介紹那款 無界交錯時刻的時候 有另外提到一款代號天歌 就是這款遊戲的原名稱 遊戲依舊是沒特點沒心意的畫面MO 不過該來的還是逃不了 韭菜們乖乖交出錢包吧 結論 望惡迎為首 百頁立為先 這兩天我一邊在這裡 11月的手遊營收資料 但也同時感到困惑 想說自己是不是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中 為何總有這麼多的人願意花錢當韭菜 雖然感嘆台灣目前還是無法脫離 換品MO的統治 但回頭想想 至少還是幫助到不少觀眾脫離廠商的迫害 這點還是略感欣慰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